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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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囉 OK 我叫詐實 學生時代的我 就是資格公會位置的學生 那在學生生涯裡 是我有蠻多不同的經驗 包含男人系會長 包含男人基爾賽事中招 包含我到了非洲去深度旅遊去探索 也包含我到一些學校辦的 一些文化教育的一些推廣活動 其實在這些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慢慢的讓自己 建立蠻多的信念 那在當時我也覺得說 其實我以後應該不會走 跟工程相關的產業 那因為我慢慢發覺 要讓自己喜歡一些印象 比如說蠻喜歡說英文的 蠻喜歡跟人家交通的 也蠻希望自己能夠用更多力量 去幫助這個社會上很多人 所以當時我其實蠻強熱血 帶著很多抱負 總算到了某一天 我把我的畢業帽脫下來 我要進入到這個職場上 開始去努力 不過當時的我 開始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是科技背景出身的 那我說我不喜歡科技的東西 可是這個世代的我 身為我這個年輕人 如果我沒有辦法去跟這個社會上的 這個科技的變化 去接軌的話 那我怎麼跟這個世界的人去對話 所以我開始轉變我的想法 我覺得其實各種產業我都應該去嘗試 所以我到了科技產業面試 我到了行銷 我到了教育產業面試 我還記得第一次我到的一間科技公司 我第一間面試的時候 那天我跟主管們談人非常開心 他們覺得我非常好 結果在這過程中 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 欸 那你未來二三十年後 你決定你想要成為了教師是什麼 哇 當時我就超興奮 我就覺得天啊 這不就是我的問題嗎 我把我所有內心所有的想法 把它分享 當天也面試了非常久 就是說應該文操聖券 晚上的結果應該就會成真 結果晚上的時候 最後結果通過的時候 大師說 我說天啊 為什麼會這樣 不了解 所以我隔天我就回去找了人 我就問他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他說 主管們超級喜歡你 但是主管們覺得 你就下面是雙翅膀 你可能坐一兩年就會飛走了 那個當下我其實很震驚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身為一個人 我們就是要好好說真話嗎 就我想的就是這樣 就是我最真實話 就是告訴你 可是我其實心裡面 還是蠻失落的 那段時間 一段時間 結果到了我們moment的時候 我開始去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問我自己說 有誰能夠知道你二十年後 會變成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你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就你能夠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如果想要朝那個方向前進 你未來的幾年 你希望你自己培養到什麼能力 而讓自己慢慢的 你那一個目標 越來越近一點 所以我開始 從原本的無法接受 變成我開始釋懷 我理解到了 所以當我到了第二間科技公司 再去面試的時候 哇 關鍵的時刻又來了 主管問你說 五年十年後 你想讓你自己 變成什麼樣的角色 結果我就 用一個很務實的角度 去把我的答案 做一個分享的說明 而當然最後 我也永遠離常得到 我想到的工作 也就是我現在的這份工作 對 那很幸運的 我到這份工作裡面 我開始奮戰 前幾個月我非常積極 我非常認真 但就在某一個刹那的時候 我開始 有人很多問 我問我自己說 這真的是我喜歡的工作嗎 這真的是我想要幫助別人的工作嗎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召喚 就是我真的要往這個方向前進嗎 當我開始陷入這些思維的時候 其實我變得非常沮喪 那一段時間其實我對於工作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我把事情做完就好 就這樣 我其實根本不想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好好增進自己的能力 可是我發現 當我泄入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非常不喜歡我自己的狀態 結果就到了某一次 我就想起了 當我曾經跟一個朋友成中的一段對話 當時我在問他 我說 你為什麼這麼認真做你喜歡的事情 所以他就跟我說 有一句話不是這麼說嗎 他叫做怒然回首 那人正在燈火藍山處 好美 心氣質的實嗎 他講的就是愛情 可是他說他把這個觀念 他放到了工作堂 放在他的未來的一個想法上去思考 他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一直在尋找 我們到底喜歡什麼 而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完全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其實現在在你身邊 擁有的那些東西 其實他就是最好的 所以當下的我 我面對到那個最低谷的時刻 我發現這一段話 就像是一抹陽光一樣 打到我的身上 讓我變得重生 我開始用另外一條態度去面對我的工作 我想要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做得更好 但是我又來了 我又開始問自己的問題 那到底什麼事 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好 那最後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我希望你一件事情 我都能夠帶走我的人生價值 我的人生性命去完成 重點 不在於 音樂到很高 重點是我用了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我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開始去釐清了我這個頭緒 那一些信念那些價值是什麼 他是要團隊合作 他叫做尊重彼此 他叫做你要更用心 他叫做你要更用心 他叫做你要有責任 在我們公司有非常多不同的業務 他負責不同的產品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 不同的產品到我們去推進了 同樣一個科目的同樣一個案子 所以今天我可能通過團隊合作 所以我能夠跟那個業務去做分享 那我就更知道說 也許這個案子他開出來的數量是多少 他有一個數據 我有一個數據 讓我們比較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更精準的數據 不會讓我們有更多的待料 或是不會讓我們有太多可能 有產線上的風險 沒有辦法繼續運作下去 所以當時的我就第一次 我就去體會一件事情 在工作上 為什麼團隊合作如此重要 以前我可能是獨來獨往 但是在工作上面 我只會讓團隊合作的重要 有一次呢 晚上的時候 有一個公司過來 劈頭就把我說 是不是你服務不好 所以客人在抱怨 當時的我就很緊張很焦慮 我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我對客人都是支持得很好 結果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去找 我就去找相關對應的窗戶 我就去釐清這件事情 結果最後發現說 這件事情 原來是我們公司某一個客 他的產品 在現在還在討論中 所以客人他不太滿意 當下的我就很生氣 我說哇 你身為我同事 你過來劈頭就好 到底是怎麼樣 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子 但一段時間後 我再回來看那一次的這樣的經驗 我就跟自己說 其實我還滿感激這個經歷的 因為他讓我能夠真正的去瞭解到 為什麼我們凡事 不要這麼快的果斷去判斷 不要這麼準的去判斷 多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 所以在這個經驗裡面 他讓我很能夠了解到 尊重彼此的重要性 還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客戶 他跟我說 請你幫我找一個產品 產品規格以外的一個數據 當然我就找了 對應的參考 我就跟他們說 我跟他說的過程當中 他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們只提供規格上面 我們只期望你一開個提供 我就跟他說 我就開始跟他溝通 我就說 你想像一下 有一天你到討論吧裡面 去買一個家具 買完你回到家裡 看說明書 你發現說明書上面 好像有一些資訊 你不夠清楚 不夠了解 你想多了解一點 於是你回到了大陸發 你去問那個服務人員 你跟他說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相當的知識 結果這時候 福瑞也跟他說 不好意思 說明書上面就是那樣 其他我一概的提供 我跟他說 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於是他馬上去理解到 也許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他很快 他就把客戶所需要的東西 分享出來 這個今天讓我真的很深刻的 了解到 同理性為什麼 這麼樣的重要 曾經某一次呢 因為我個人的失誤 所以我沒有幫客戶被倒掉 於是他的產線 可能會有斷線的風險 他客戶照三三打給我 屁容又罵我 他要在幹嘛 因為他很緊張 如果產線沒辦法動 他就糟糕了 那當然他唯一能夠找尋的方式 就是罵我 但就算我一次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這個禮拜 我很多天都睡不好 因為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情 我知道錯在人我 所以我會盡全力去保這件事情 我看我跟工廠拜託請求 我要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我慢慢發現 當我用這樣的態度 面對他的時候 他接下來的每一通電話 他不再是謾罵 他是說怎麼樣了 有結果有消息嗎 加油 我開始發現說 當你很用心的去面對那種患難 當你很用心去面對那種危機的時候 有時候當你的用心 真的能夠改變很多事情 所以我跟這個客戶變得非常好的朋友 而他跟我最後的結果 也是美好的 不是說兩人在一起 而是這件事情 最後 也滿多 講完 他就這麼期待我跟他在一起 就這件事情最後 也滿多 就是沒有造成斷線的危機 所以讓我知道 凡事你都要用心很重要 曾經有一個客戶 他打電話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公司因為要做財報 所以我們會晚一點 不快付款 他說 所有的供應商都接受 你們一定也可以接受 當時的我站在我這個業務員的角度 我就跟他說 你這就像是指鹿為馬 明明就是一隻鹿 你就說它是馬 你說這個社會上 好像大家都應該要去接受一個 明明就是扭曲的觀念 對我而言 我覺得當我面臨到一個 要奮戰爭議的時候 要奮戰真相的時候 我覺得 我就應該站出來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責任 所以這是我在這一點工作之中 我其實體會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念 那把這些信念 把它帶到工作裡面 其實會讓我用更不一樣的態度去面對它 那其實我慢慢發現 這樣的一個信念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讓我學習到一些很實物的技能 好比說整個科技市場上的一些變化和趨勢 好比說對於產品會很深入的了解 因為我自己有負責相關的產品 好比說你對於整個市場開發 你知道你的產品到底要怎麼定位在這個市場裡面 好比說你對於一些金流物流的管理 你知道吧 原來一個東西的貨物是這樣子做的 而一個東西的金流是這樣子去處理的 還有最重要當然 身為一個業務就要去懂得 客戶到底有多少需求 你到底要備多少數量 那你的庫存會怎麼樣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業務 你一定會去接觸到的東西 所以 發現這一年其實到最後我看了 我發現我得到蠻多很寶貴的比例 所以 曾經的我是一個 覺得我不會練功 覺得我不會做跟工程有關的工作 那曾經的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得到的很低谷 但是曾經的我卻 開始敞開我的心胸 去接受我這份工作 以及我開始去理解到 我應該要去感激我現在生活中 所有的這一切 而不是我一直在想 我以後要幹嘛 那當我發現我用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我可以很堅持自己的信念 而讓我自己非常的有能量 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想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人生我的選擇會有很多 每一個人都會選擇一個不一樣的產業 不一樣的職業 你可能選擇創業 你可能選擇待在大公司 你可能選擇做服務業 你也可能選擇做農夫 但對我來講 因為各種產業 都是應該被同等尊敬 而且每一個人 都是如此的重要 而我希望他們每個人 做出那個選擇的時候 曾經的我走過那段迷失 但是我希望你 就堅持你自己所做的這個選擇 因為這個選擇可能就是 對你們來講最好的選擇 只要你能帶著自己的那一般信念去堅持它 我想每一個人都能夠更有能量的去面對這個生活 那我也在努力 所以我也嘗試在改變我的生活的環境 那我相信你們也一直想要努力去改變你們的環境 唯有大家都一起努力 我想社會能夠變得更好 所以我的主題是 這是一場自我顯示的革命 但我覺得現在我想跟各位說 我想這是一場所有人共同努力 共享社會 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革命運動吧 大家加油 謝謝